来看到美食外送平台竟然有外送员专漏洞吃霸王餐 这是有一个外送员 他为了帮朋友庆生 利用自家平台APP点了上万元的餐点 当同事送达时 他要求同事按下了弃单键说找不到人 原来只要客人弃单 那么将会由平台吸收价钱付给餐厅 而餐点就会交由外送员来处理 他就是利用这样的漏洞吃霸王餐 后来是同事看不过去了 不愿意配合 才让整件事情曝光 最后这名吃霸王餐的外送员遭到解聘 恐怕还要面临法律责任 外送员抵达餐厅 员工连忙将桌上餐点一包包送出 只见外送员把所有食物放上车 总共七大袋 本来以为是笔大订单 结果却是被外送员自家人钻漏洞气单 吃了上万元的霸王餐 有外送员在脸书爆料 在新北市领口自家同事 为了帮女同事半生日 下单一万多元的餐点 利用弃单漏洞吃大餐 备案这样 因为我们目前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款项 然后也有跟熊猫平台这边做联系 示范在上个月29号晚上8点 餐厅准备打烊前 接到将近一万两千元的豪华订单 包括了综合刺身 宝岛海龙王等海陆大餐 餐点送达附近汽车旅馆后 才发现是同事订的 对方要求帮忙取消订单 还给三百元当封口费 外送员当下拒绝 没想到手机被抢走 只能照做取消订单 隔天回报公司才让事情曝了光 我第一次听到搞那么大的单子 他们以前没有弄那么大的金额 业者声明 之所以会设立实收零制度 是基于和消费者互信原则 已经和这次的订单外送伙伴 借出承来关系 不排除采取后续行动 捍卫公司权益 只是外送员钻公司漏洞 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诈欺罪 不仅丢工作 还得面临法律责任 解新北市综合报道